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来到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不只是在昆曲上面 其实我觉得也是对你的思考 或者是我们看表演习惯上面 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特别为您邀请到的就是 鸟琴斯剧坊的团长陈三姿 三姿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您一直在从事幕后方面的工作 好像在国家剧院 就是两厅院 大概工作了十多年的时间 是 十二年 将近十三年 哇 这当中看的 不论是音乐舞蹈戏剧 各种类型的节目非常的多 是 我常觉得说比人家 三辈子看的戏都多了 是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 两厅院他们特别委托 陈三姿来做这个实验 因为好像东西看的多了 点子就会多 也会想开始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戏剧院的话 通常实验剧场本来就是要具备一种实验精神 然后他们告诉我说 在实验剧场需要一处困曲 那我就觉得说不能辜负这个实验精神 所以我不想就说比如说找一些折制系啊 或是说改编一个晚上的那种简单的那个小本系 我就觉得说要做就稍微步子稍微跨大一点 就玩凶一点 不要辜负这个实验精神 哇走进这个黑盒子实验剧场 大家都会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 那这个实验即将在今年的12月21到23号 就是圣诞节前夕 就要跟大家来见面了 所以我们今天先请三姿带着我们走进这个实验的实验室里头 先让我们看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首先我觉得很有趣 通常昆曲应该都是跟时代上面都是离我们稍微久远一点的 但是你的这个时代小昆曲挂了时代两个字 好像就在当代 是没有错 这是我特别选的剧本 它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舞台剧剧本 那么就是说想要不止跨大一点 把一个舞台剧的剧本丢给昆曲 然后我们来找出一个可以跟内容跟形式非常和谐的统一的一处昆曲 它不能是话剧加唱 但是它就是一定是要姓坤就对了 因为导演你知道他们有些 就是说我不晓得是不是所有导演是这样 不过他们的话他们都会有一种 算是野心吧 所以他们觉得说他们创造一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样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戏 可是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copy你这种形式的话 那没有多大的意义 就是只有你个人好像倒了一出那种比较特别的戏这样子 那我的话就是因为我本身也特别喜欢昆曲 我关心昆曲的 在现代的 算是生存吧 这样讲会不会太自答了一点 然后我就所以说我希望用昆曲来表达我们现代人的思想跟感情 主要用意是在这里 然后呢导演的重则大人就是他要找出跟这个内涵可以和谐统一的形式 而且那个形式就是要昆曲 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 你来看不会看到一出 你觉得会看到一出昆曲就是 我给你保证 是 但是这个很有趣的就是这出昆曲 他不是用汤贤祖啊 或任何一个过去古人所写的剧本 而是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剧本 但是他整个表演形式上面 他绝对会让你觉得他就是一出昆曲 那我们就很好奇了 但是这次选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剧本 这出戏 他的英文叫做Talking With 我们把它翻成听我戏数 然后前面加了一个副标叫时代小昆剧 这个叫顾名思义嘛 就是他是当代的戏这样子 然后这个戏呢 他的这个作者当然就是一个美国人 他的剧本 在1981年有第一个剧本 这是他第二个剧本 他有入选 胡马那新美国剧本艺术节 然后呢 第二年呢 就是这个剧本入选 那这个我在想说 我想要提一下这个胡马那新美国剧本的那个艺术节 就是真的会让我们台湾的编剧真的非常的羡慕 因为他们的话就是说他们起先就是有一个team 一个艺术的那个评审team这样 团队然后选出剧本来之后 这个艺术节是长达一个多月 他从艺术选出来之后他从头到尾 他帮你找导演 找设计师 各种的编舞各方面的 甚至是行销宣传各方面 他就让你编剧参与 而且就说这个1977年到今年还存在 已经42年了 他为美国发掘了很多的新剧本 还有编剧家 他的贡献是真的非常的大 我希望我们台湾真的对编剧 真的也是有这样的 算是更重视一点吧 所以这一位编剧家 Jan Martin 他其实就是在您所说的 呼马娜的戏剧节里头获奖 对 他等于是说从这个地方 他展露头角 那之后他的创作还是很多啦 不只是只有这一两本而已 有很多 那这一出戏我为什么会选呢 因为我是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们那个戏曾经演过这一出戏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 可是那时候我就被感动了 可是我也没有想到有那么一天 我能够把他搬上舞台 虽然我是学西方舞台剧的 可是我对昆曲就是特别的喜欢 那我就觉得说 他的风格 他内容跟风格 非常适合我们的戏剧舞台 他原剧 他就是用独白组成的 十一段 然后呢 清一色 角色都是女的 各个年龄层都有 如果有舞台剧行事的话 大概一个人大概就是十分钟吧 然后大概全剧大概就是一百二十分钟左右 然后这每一个 这十一个女性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对着观众 去微微述说 他们曾经遭受过的生命磨难 然后他们从中得到了一种 特别的洞察力 有特别的感悟吧 他的内容有很多 跟我们的经验都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非常可以感同身受的经验 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的 但是是把这个剧本整个呈现在 就是您这次的时代小昆剧里头吗 还是您当中又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调整 因为我们戏曲总是又要唱又要做嘛 唱联作答 他比较花时间 所以每一段的时间会比较长 大概就要十五分到二十分钟 所以等于说 他是没有办法完全悬入的 所以呢 我就选了五段 那这五段呢 是其中完全没有那种文化隔阂的 就是我们人类共同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东西方人 就是说都有共同的情感经验的 所以就是说选了五段 然后想一想 觉得五段 如果一个十五分钟的话 时间太短 不要让观众觉得CP值很高 所以我就呢 把它夹带进去 我就插入一段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传统折子 昆剧的折子叫做 通常我们都经常是活桌啦 但是我把它改成琴钩 就是说我为什么称它琴钩 待会再解释 那当然啊 我不是把原句全部放上去 而是经过改编 也让它变成一个独白的形式 我想要再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出戏 因为它的表演非常有看头 非常特别 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身为取友的话 这出戏就很难演 因为它很难 就是说需要你的基本上特别多 然后它的内容呢 然后大家都很了解 袁玺娇的故事嘛 那我特别我就觉得说 通常我们都会觉得说 大家都喜欢杜丽良 就是她对爱情感 你看那么主动的去追求 然后又这么样的争执 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她 可是我就觉得 虽然袁玺娇呢 她是一个底层的女子 可是她的感情也是 也是跟杜丽良一样的真诚 一样的热烈啊 当她遇到了她心爱的人的时候 那当然这是不伦练 可是问题是说 她是为了卖 她是卖身丈夫 所以才跟宋江在一起 那宋江对我们来讲 她也许是梁山好汉英雄 可是问题是说 你跟她生活在一起的人 你说不定她很没办法让人惹 说不定是个大老猪 说不定 有可能 所以她碰到了 张文远这样一个play boy 对女人这很有一套的 当然整个就陷进去了 那当然你说不伦吗 可是问题是说 当爱情到来的时候 我们显能抗拒呢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我对她的话 我是真的是非常同情 然后对她的这份爱 我就觉得说 其实也没有怎么样 输给杜丽良就是了 所以你在这个改编的 这个版本里头 你让袁玺娇 她自己为自己说话吗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当我要决定 还要再插一出戏进去的 多加一出戏进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台湾发生了一件 自杀事情 就是一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真的长得好美 然后又好优秀 又非常有文学才华 可是她就谈了一段不伦练 尽管很多年之后 她还是走不出来 最后她还是自杀我 我虽然不认识她 可是对这么样一个美好的生命 突然间这样没有了 自我毁灭 我觉得我很伤痛 而且我相信我们社会有很多 我们不认识人 他们私底下也会觉得很伤痛 可是那我心里面在想说 她真的是可以不死 她为什么要死 因为这种事情其实是很多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现在今天不合适来谈论说 到底她为什么可以不死 但是那我就是想说 她对爱情 我就想说 那刚好把它放入到 放入到这处情沟里头去 等于说这处情沟 我们的主角是这个女性 是这个女孩子 而不是袁熙江 她只是说 她把袁熙江拿来跟自己 做一个参照 然后从中得出 她对爱情 她的个人的内心的洞察吧 是 好 真的是很特别 但是这个到底会怎么样呈现呢 其实我想我们再怎么说 都没有大家到现场去看 那么的真切 不过今天三姿很特别 她带了好几段音乐 来跟我们一块来分享 当中当然你最喜欢的情沟 是一定要让大家来听一听的 对不对 是 她真的非常的动听 这一段要给观众 分享给观众 她的曲牌叫做骂玉郎 她为什么叫情沟呢 就通常我们叫活桌 活桌有一点带有一点说 张宏远是被迫的 情沟的话就是说 她是自愿的 心甘情愿去的 然后呢 在骂玉郎的时候 就说严续娇来找她 半夜来找她 要抓她去 可是她就这样 唱这段的时候 就让她回忆 她们从前 她们的爱情 她们的情爱 多么样的热烈 多么样的美好 勾起她以前美好的回忆 到最后的话 就是说 那当然严续娇 也施展她所有的娇媚 到最后呢 她是心甘情愿的 被她勾去的 所以叫情沟 好 我们先就一块来欣赏 我们先就一块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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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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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决定说 他要把在他生命中 有过意义的 磕在他的皮肤上 然后之后呢 就是说 等于是说 他从那一段开始 他突然间就 那个自我个性 就展现出来了 就活出自己了 当然最后还有一段 就是说 这我不能讲 要请观众自己来看 绝对让你出人意外的 他把他这个经验 他怎么样去 帮助别人吧 让别人开始 绝对出乎 绝对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对刚才三次 有小声的透露给我听 然后我当时听完以后 我就嘴巴就张开 这样啊 居然是用这种方法 好那但是 我们就把这个 惊讶留到现场 让听众朋友们 到现场去看 这个作品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这段叫做记号 是 他要怎么样 对应到昆曲里头呢 嗯 你是说表演方式 是是是 就是说基本上 他虽然是舞台去改编的 但是呢 就是说你在表演上 就是有个念白嘛 然后有个唱嘛 然后还有个身段 然后相应的 因为这是现代的题材 所以在这个表演的形式上头 我们不能用那么浓重的 城市化的表演来演 这样观众会笑 很不搭嘛 所以可能在城市化的程度上头 会让他稍微简化一点 这样就能够比较是和谐的 我想就是请观众朋友 来听一段 这是我们的边腔 我们的大陆老师叫 陈寅云 他是大陆国家一级演奏员 江苏省西区学校毕业的 专攻昆剧音乐 那这段唱哦 是他边腔 他吹笛 他演唱 然后他呢 他是大陆非常有名的曲家 王正来的学生 所以我想就是说 请听众朋友们听听看 他非常非常正宗道地的 昆腔 他让观众就说 他知道说 这个刺青代表什么 那个刺青代表什么 然后就是说 他对于朋友的缅怀 就是说告诉观众朋友 他为什么 这个对他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人对他的意义是什么 这样子 所以这些都是三支自己 编写的词句是不是 对这个 这个是我填的 填的曲 对 请观众多指教 是用昆曲的曲牌来填的吗 对 因为他是昆剧 当然要用昆曲的曲牌 因为通常 就是说 剧种之间 最大的分野 你要怎么样去试别一种剧种 就是音乐 打扮啊 扮相啊 服装啊 通常都是你 你把这个东西放到另外一个剧种器 你不会觉得那有什么 那个 可是问题是只要音乐变了 他就变了 好 所以我跟老师讲说 老师你在这个音乐上头 你步子不要夸太大 好 不要弄得好像 比如说太前卫啊 太现代这样子 好 然后我就觉得做 大家听听看 他做的其实真的很好听 好 那这段曲牌 就是三坡羊 三坡羊 大家都非常熟悉 也就是杜丽娘 金梦的 他唱出来那一段 《魔乱里春情难浅》那一段 非常有名唱唱 同样的一个曲牌 但是因为四声唱歌不一样 当然跟杜丽娘那一段 是不太 不是完全一样的 是好难想象 杜丽娘也唱三坡羊 现在这个全身刺青的女子 也唱了三坡羊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这今非要 超光的 演唱 唱 这朝遥阳 孙庆处 无 无 恩 光 昂藏 这连人 我心梦沉 沉 说 无遗憾 我心梦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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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 沉 沉 欢迎继续回到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今天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实验 时代小昆曲 进行实验的这位陈三姿 他其实在昆曲或者是表演艺术界 已经非常非常多年的工作 那这一次真的可以说是 把做的功力一起集中在这次的实验上 三姿刚才你给我们介绍了 这次选的这五个段落 以及你喜欢的勤勾 那我们刚才听到了记号的这个段落 还有四个 我们先从15分钟聊起好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 15分钟当然他也是个独白 他为什么叫15分钟 就是有一个演员 他在后台化妆室 还有10分钟他就要上场演出了 他在那里头跟一个隐形的演员 他们在对话 什么叫做隐形的演员 就是你在台上只看到他 没有看到另外一个人 全部都也是他的独白形式 可是他那个讲话 他是对的另外一个 算是同伴在讲的 只是那个同伴 我们不会让他出现在舞台上 那原著他是一个演员 当然就是个舞台剧演员 可是在我的话 我就觉得我们这是戏曲 所以我想说 我如果用一个蛋 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惊喜 所以我就想说 我要用男蛋来演 你用男蛋就是前蛋来演 对 就是说趁着这一段 我想要观众看看男蛋的艺术 因为他非常的迷人 一个男人 就是一个女人演女人 其实很像 那是应该的吗 你不觉得吗 可是一个男人来演女人 演得很像 我觉得那里头 那艺术是真的还蛮高的 这样子 所以我想说趁这个机会 就是介绍 让观众看到男蛋艺术 这样 那至于他那个内容 当然就是说 里头有一些是原著的东西 但是因为他是男蛋嘛 我有加入一些男蛋的 内心世界 内心世界 对 因为他那天晚上 就是去演一出昆曲的 他这个就是发生 他要开始表演 之前的15分钟 舞台监督就在那边叫 15分钟 15分钟了 然后他就在那边 匆匆忙忙 在那边讲这段话 然后讲完了 他就表演了 那他演的是哪一段昆曲 我特别选了 《思凡》里头的一段 《思凡》有好多唱段 我会选这一段叫做《苦黄天》 还有《香雪灯》 就是因为他很有名 他有名就是因为 当年《霸王别姬》 张国荣唱的就这一段 《我本是女娇娥》 又不是男儿汉 我想很多观众 也许没有昆曲 没看过昆曲 不熟的 我想可以听听这个知名唱一段 好 帅聊冷飲料 帝王李先生 帝王李先生 不余淼淼淼 不余淼淼淼 好 我们所听到这个就是 司凡当中的枯黄天 三次为我们选的 这个演唱的版本是 他是北方昆剧院的 沈世华老师 好 那么接下来 还有一个这个段落 叫做灯 就是一盏灯两盏灯的灯 这个灯 跟观众倾诉的 是一个众熟女 众熟女是什么意思 我们有轻熟女 这是众熟女 众熟女的年龄层大概 大概60岁 我们也不要让她太老 但是她已经即将卖入老麦 那她的话呢 就是说自己她就独居 然后她在她的房间 摆满了很多灯 然后她每天 到了晚上的时候 她就一个人 在那玩灯 玩灯 这个的话就是说 那个因为灯 就会有同的光影 这个东西每个光影 都会勾起她的 对之前的回忆 所以等于说 对于这个即将卖入老年的 这位女生 就是说 这个灯对她来讲 就是说 她选择了一种 她不要那种热闹 在过去那种热闹喧嚣 她像她的妹妹一样 那种非常热闹 非常喧嚣的生活 她就是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头 然后在自己所爱的东西里头 她就是沉迷在那里头 就是说 所以这个机会 我们要表达说 她对于老麦 对于死亡 这样子的感受跟看法 主要是这样 那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你怎么样让她 跟这个昆的部分 再去做结合呢 像这个的话 就是说灯的话 我选的是 就两段 两段传统的曲牌 那当然是重新要填词 因为那个没有办法用 没有办法投卵用现有的 所以我之后 没有这样子的题材 对我就是 我就是努力的去把它写出来 这样子 我是觉得对于昆曲 为什么就是说 在创作上这么难 因为它真的 门槛是真的蛮高的 通常如果说你说 你做歌仔戏 或是京剧的话 你就是一串就四剧 然后你就让它 一二四剧押韵 然后你编剧 你不用去决定 它要唱的是哪一个曲牌 不用 可是昆曲的话 就必须要考虑 必须要 然后昆曲的那种曲牌又这么多 所以我自己在做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最难的还不是填曲 要选曲牌真的很难 是 而且这个曲牌的这个感觉 还必须符合这个人物的个性 以及你这一首戏的节奏 没错 好 所以这个就是灯到时候 会要做出来的呈现了 那么接下来要请三次为我们介绍 这个故事也很有趣 拼布妹 其实就是我们常在做的拼布 车的那个一块一块的那个拼布 是 观众朋友一定听过绿野仙宗 绿野仙宗是奥兹的魔法王国里头的第一出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这是我们最初 可是它不是只有一本书而已 包括原作者 后来布人 一共有四十本 它是一系列的童话书 然后这个拼布妹 它是其中的一集 那它的特别的在于就是说 这个一个魔法师 他就心疼他太太太辛苦了 他就说要给他一个女仆 这样子 因为魔法师他会变 所以他太太就用那个百纳贝 就做了一个布偶 那魔法师就用那个生命之水 这样把它撒在他 他就活过来 这个拼布妹 那我们在我们认为 用拼布做的一定很丑嘛 不是吗 可是当他看到第一眼看到他 他活过来了 说他精为天人 自己被自己的美貌所震惊 对他对自己精为天人就对 对自己的外貌 就真的满意的不得了 然后还有呢 因为有人偷偷在给他放了很多那种诗人 所以他还会吟诗 好厉害的拼布 然后他的话就是那种非常的充满了自信 然后就是不管别人怎么想 他就是做他自己的这样一个人 那我们这出戏叫做拼布妹就说这个女主角 这个他出来跟我们讲的这位人妻啊 他的婚姻是很不快 他跟他先生就好像是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问题是他自己没有谋生能力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离开她 可是就是说 他从小就喜欢这个奥斯的魔法王国的书 然后特别喜欢这个拼布妹 他就叫人家做那个拼布妹的服装 就这样创在身上 然后到外面逛大街 他在他的生活当中 比如说他说他先生 他送他出门去上班了 他就开始进入 他就开始打扮 对 然后就是说 他甚至会穿着那样的服装 去夜店啊或怎么样 然后还说说夜店都还会给他 就是不要付服务费 就Ladies Night的那种概念 对 所以就是等于是说 那他为什么会喜欢装扮成拼布妹 因为拼布妹 他的个性是他没有的 他充满了自信 对自己满意的不得了 非常的快乐 会很非常的活泼这样子 好 所以等于是说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 去逃避他生活中的一些痛苦吧 嗯 好 所以到时候这个拼布妹 也会用宽曲的方式 是 来呈现 是 而且呢 他的服装 请观众朋友 都很期待 因为真的很特别 我们就是让他穿童话 那个那套服装 哇 但就是说 当然因为 为了要表演嘛 他们毕竟是戏曲演员 是 他们需要 所以那个裙子 就会做得比较宽 然后他等于是说 他可以把它当作一种 所以是水秀的代替品 他可以用它来表演 做身段 相信也会很美 很特别 是 好 这个拼布妹 奥兹的魔法帝国 到底要怎么样 跟昆曲结合在一起呢 同样的 到现场看就知道了 那还有一个故事 玻璃珠 玻璃珠 就是一个妈妈 她发现 她只剩三个月可以活 那我想应该是cancel吧 然后呢 她就叫她女儿 去帮她买的 90颗玻璃珠回来 好 那这个90颗玻璃珠 要做什么呢 这我得卖个关子 又是一个秘密 对 这个不能 这一对不能点 点开来的 要让她的现场 这一出戏就是说 你看 比如说像我自己的母亲 也是癌症过世的 那时候我在美国念书 我就是专程回来 陪了她 大概一年 她走了 她十个月走了 那一段陪伴你母亲生命 度过她人生这一段 我就觉得很多人经验都有 而且是刻骨铭心的 但是就是说 这个妈妈 她这个90颗玻璃珠 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然后他们在一家人 其实就三口 一家三口 就是这个女孩子 跟她爸爸 他们一家人 怎么样去度过这一段日子 然后到最后 她妈妈在面对死亡 这个东西 还有这个玻璃珠 给了女儿一个 很大的启示 对于生命 生活一个很大的启示 所以等于说 这位得了癌症的妈妈 并不是呼天抢地 而是她用了一个 很智慧的方法 90颗玻璃珠 带着他们全家 一起走过了这一段 她人生最后的时间 对 她面对死亡的那个态度 真的蛮特别的 好 这让人更加的好奇了 而且这个 还要用昆曲的形式 来跟大家见面 我发现三季 你这次真的玩很大 因为这些故事 感觉起来 都跟我们熟悉的昆曲 是完全不一样 甚至包括这些人物 这些个性 但是你又要让他们 完全幸坤 你为什么会有 这样子的想法呢 我是想 因为戏剧 戏剧本来就是要表达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思想跟感情 那昆曲 我希望 昆曲来走到了现代 我希望她能够来表达 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 来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 那要不然的话 就是说 你看从早先 早期 我们都是 因为那些折子戏 或是说 你这样讲说 牡丹亭 长生殿 那个剧情 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 那些剧情 我们再也不会说 激起我们内心 任何的波澜 我觉得 但是问题是说 我们纯粹就是欣赏 戏曲 昆曲的形式之美 就是演员的表演 优美的身 对 优美身段 唱腔练白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不够 又到了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必须一段 就是要推出新戏 那我用这个现代题材 直接把它放进来的话 就是说希望昆曲 能够重新 能够表达 我们这代人的生活 我们这所有的一切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能够拓展 不管反应时代的话 它要拓展以后 后面的 我们会有很多昆曲 有题材 现代点 都可以放进来 那因为就是说 只要是关心昆曲 都会希望说 他就是一直不断的 生存下去嘛 但是你可以想象 就是说 如果说你把昆曲 就是只有形式 像他这样 远远不动的留下来的话 他慢慢就会流失的 比如像传这边老师们 他们当年 有好几百出折子戏 现在剩下几出 一两百出而已 那过了一阵子之后 以后会剩下多少 这很难讲 那我这当然就说 我常常就笑说 牡丹廷 你演的演续 观众就不腻耶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不能靠在 一出牡丹廷嘛 让昆曲活下去嘛 对不对 如果只剩下 一出牡丹廷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有演员了 因为演员没办法 靠那出戏过火啊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 我们还是不断要创造 然后藉由这样子的 实验这个职业 其实 因为我不搞前卫的 还不够前卫 我只是放了一个 现代题材进去 但是形式上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 跟以前就是没有那么 那么样的城市化的 可是它基本上 它就是昆曲 因为基本上 我刚刚讲说 导演他们有这样 一个很大的诱惑 他们要搞一出那种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但问题是说 我是跟他讲说 你创造了那样的形式 除非外人可以来学习 你又创造一种新的形式 要不然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 我们就是 而且昆曲的形式 已经那么美了 你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需要的就是它的内涵 你的内涵要让观众管动 所以说 这个实验 这个是不是很大 说大也大 其实说 说小也 说不大也没有那么大 因为说到实验 我一定要强调 会把观众吓跑 所以一定要再三跟观众讲 你绝对会看到一出昆曲 但是它的可能在 内在的剧本结构上面 是更能够贴近 我们现代人的感受 但是它的表演形式上面 让你看到的绝对是昆曲 所以这其实很重要的 就是导演了 这个导演到底要怎么样 把这样的一个具有时代精神的剧本 跟我们所熟悉的昆曲 结合在一起 这位导演 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个导演 他叫做严俊玲 严俊玲 英俊的俊玲的话 就是那个麒麟的玲 他是复兴剧校的 现在是在国立台湾戏剧学院 那他是 等于是他在他们里头 是最资深的一个导演 他本身当然是演员 他是一个大花莲演员 对 那 他的话呢 就是 因为我这出戏 最主要就是说 他是要在表演上头 在表演上头 要怎么样让他像昆曲 怎么有戏曲味 所以我特别就是说 我要找一个戏曲导演 因为他才能够设计身端啊 或什么之类 所以等于说 我也跟他沟通 沟通在沟通 就说 请他 千万 一定要完成 这个挑战 你只有 我就说 你如果把它导成 别的一出戏 那我觉得 我不一定要找你 因为你 你这个戏导了好不好 没得比啊 你就把它弄得 像昆曲 那你就是成功了 对 所以导演的心脏 也很强 敢接下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艰难的任务 他很有经验 他在他们团里头 是真的是最资深的 导演了 是 也有参与过 其他困曲的 也导过其他的困曲 只是像这种 用舞台去改变 他大概还没有经验 不过我觉得还好了 不会有问题 是 那所以呢 导演这个 找来的 演员的阵容 也相当的坚强 这演员 我们也有找了四位 其中有两位呢 就演两段 上下半场各演一段 有一个就是叫余大力 他是那个复兴俱校 大支辈的 他的嗓音非常的好 他是学那个清衣 还有舞弹的 所以他身上也非常漂亮 嗓音非常好 他是在负责要演 《记号》跟《玻璃珠》 然后再来的话 还有一个叫刘家瑜 刘家瑜 他是空军大棚俱校的 他是算是比较 年长一辈的 对 辈分比较高的演员 辈分比较高 对 那他等于 他真的当年 他是跟 他是郭小壮的学生 跟郭小宗同台唱过戏的 后来他也是国光的团员 只是他现在离开了 现在就是教学嘛 现在在文化大学教书 那人长的是 很美丽 很高调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杨瑞宇 杨瑞宇就是个男蛋 男蛋 对 他也是台湾的 戏曲专科学校毕业的 然后他到了 中国戏曲学院去就读 对 所以等于是说 他是学武淡的 武淡是非常辛苦的 很难 可是他就学得非常的好 人也长得很可爱 然后对于参加这个的话 很认真 那我现在想说 他的表现应该也会很好 那最后一个呢 叫做陈炳珍 陈炳珍呢 是台湾戏曲专科学校毕业的 然后现在就留在团里头演出 他等于是他们现在团里头 正在崛起的 一颗新星 那其实我觉得杨瑞宇 他是自由 算是自由艺人 然后他也是非常亮眼 也是正在崛起 对 我希望观众朋友能够 多给他们鼓励 给他们机会 对 是 好 所以有非常棒的这些演员 再加上这次三只 非常富有实验精神 但是他又说 其实不太实验的这个时代小困剧 我相信应该已经引起大家的好奇 到底会怎么样来呈现这个作品呢 演出的时间就是在12月21号到23号 在实验剧场 两天院的实验剧场 总共会演出四场 那非常欢迎大家到现场来欣赏 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非常谢谢三只 能够在这边跟我们分享 带着我们走进他的实验室里 所以现在实验进行到怎么样的阶段了 现在演员开始练唱 那导演会找他们个别拍 因为是独白嘛 所以他们之间没有对戏的问题 所以他们先个别拍 到最后的话才在 慢慢的再把它放在一起拍 这样都设计好了 哇 我们都很满意的 我们这两位叫张哲龙 舞台师叫张哲龙 然后服装设计叫谢建国 他们都是很年轻 但是很优秀 好 到底这个实验室会创造出一个 什么样非常美的时代小昆剧呢 邀请大家 12月21到23号一起到实验剧场 好 我们非常非常谢谢三只 为我们做这么精彩的介绍 谢谢 谢谢主持人 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我们下星期不只是昆雪 再见 再见 rudol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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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b